在这个单元中呢,我们要讨论的是说 假设我今天有12笔资料 我要抓最后这5笔的资料 来看它的平均值 看平均值,注意到38.6 一样的 那这怎么做呢? 首先第一件事情,我们要先知道一件事情 我的资料比数有多少比 所以我们用什么?Count A 抓A栏之间资料的比数有多少比 然后这边会多了一笔是什么呢? 是因为你自己打的这个,最后5笔平均值 它一样是有资料的 所以它变成,它的结果出来会变成13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没有,结果会变成一个13 就有13笔资料 然后13笔资料,注意到第13笔的这个位置上面 我们要抓最后5笔,所以从这边看算12345 是在第8列 第8列,所以我们要从B1储存格移到第8列 总共要移7次,移7列 所以干嘛?13这个值要减多少呢? 要减6,才会达到7嘛 13-6等于7 好,达到7了以后,等于说我们从B1移到B8了 那我要框几列呢?我要框1,2,3,4,5,5列 所以注意到这边框5列 几栏 一栏 一栏 那为什么会有一个零栏? 零栏的原因是因为我是从B什么? B1开始算 假如你从A1开始算的话,你就要干嘛?移动一栏 那我从B1的话,只要什么?移动零栏 这样子抓出来5列一栏的资料以后呢? 我们干嘛要算平均值 所以用Average 这个函数来去算 那这里面你会看不到答案啊 为什么会看不到答案? 38.6 38.6